台南有多家品牌 近幾年台南美食很受全台民眾歡迎 名店總是大排長龍 講到早餐總聯想到牛肉湯或小卷米粉 但其實在地人的口袋 總有著幾個不想張揚的店家名單 這次我們來到台南吃早餐 跟著在地人腳步試試這些傳統早點 以鹹州來說台南有多家品牌 阿興鹹州算是還沒有太多外來客的 強調是1965年創立的老店 這碗虱目魚粥裡頭的料不少 有魚肉、鵝仔與帶皮的虱目魚塊 配上魚骨等材料熬出的湯頭 吃起來米飯微爛帶汁清香爽口 來這裡也可配個肉粽 有著豬肉、蛋黃等配料 拚零上醬汁吃起來黏糯夠味 越嚼越香 台南市也有好多品牌賣著虱目魚丸湯 但根據當地人消息 這些品牌幕後老闆其實都是流氏家族 其中這家永季生意相當旺 來此還需要先抽號碼牌照順序入座 連碗綜合虱目魚丸湯裡頭的料爆多 包含萃丸、蝦丸、虱目魚、肉絞等 虱目魚丸Q彈而三角形的叫肉絞 是以豬肉做外皮再包入內餡 口味鮮潤 偏甜的湯頭配上韭菜花末入口 維新代香不會令人覺得膩 再配碗肉燥飯 香Q白飯搭著鮮潤為甜的肉燥 味道很迷人 至於碗粿 台南市區內品牌也是相當多 阿全碗粿是所謂的黑碗粿 以再來米磨成的米漿 加入豬肉、肉燥、鹹蛋黃、滷汁等 切割並搓起一大塊入口品嘗 軟QQ的好夠味 尤其裡頭還有油蔥的飽滿香氣 就算不淋醬也會好吃 台南人吃碗粿都習慣配浮水魚羹 裡頭的魚羹塊 紮實鮮梅 嚼起來也是很滿足 再來西門路的這家老店肉粽菜粽 從招牌到店面不起眼也顯得懷舊 但是是經由台南經營酒店的公安經理推薦 是他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這裡也賣肉粽 但是我更喜愛他的菜粽 粽子的唯一配料就是 份量不少且顆粒飽滿的花生 店家會撒上花生碎 與特製醬油膏 攪起來香軟品得出那花生香氣 還有月桃葉的清香 再配碗溫暖鹹甜的味噌湯 一碗才賣你十塊錢 真是經濟又實惠啊 動新聞台南報導